我这6月微修了 今天来到这个谢灵的房子 还在二娃胖 微修这个太阳镇 这个太阳镇是以前我给的 一个老客户修了 修了有几个月了 这不都又坏了 其实呢 客户也不知道怎么坏了 咱就来给客户先踏一下子 来到上来老经 第一件事先上水 发现了问题了 大问题 我里边转了一根 这水修 这个也没办法 一卡到这水修暴凉 这地方清晰特别淡 也没法清晰这个天 随便我下一个大伙子 环玻璃瓏 现在正在拆出这个酒棍 不好折它的一个 因为它下边啊 有玻璃瓏 人家的太阳了 天天的红草树 这是我过的你 心想的心最好 你在这儿的慌荡吧 你不干净了 太薄了这个慌荡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自己加太阳能坏了 像这种情况 可得注意哈 这个慌荡出来都慌荡出来 有点热的 我现在要干完活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 它不行 我干完活一会儿它漏了 这个垫子哈 一定 必须得换了 不换不行了 有些客户家的也不好换 都结果了 它这也知道不换不行了 开始水赶了个花 好凉快 哎呀 绣着石头了 哎呀 找慧走 咋好 没事的 咋慧 船子这个锅儿一定注意哈 先灌个点水 开始往这船子 船子往下慢慢的 慢慢的一定慢到这 因为死的近过大了 这个地方容易 这个地方 容易咳到地边 煮东西坏哈 咋弄啊 我现在啊 就是啊 龟腰圈换好了 上好了 锅儿也不露嘴了 还有一个时候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一个 这一种情况 整个东西脱掉了 脱掉了这个锅儿啊 它容易开锅的时候 往下嘴 往下出力 咱啊 就在这这个下面这 给它垫上这 这个软东西 放着它坠的时候 可怀的 下边有个 这个管上那个软 不要碰掉了 来临时见 有问题再说吧 今天这个视频都拍到这里 应该 它这个玻璃碗还不抱歉 因为它那个年数不少了 没有清晰过 这一次都是水球杂关 今天视频在拍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对吧 下期再见 各位朋友们下期再见